我犯了全天下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 2000年 成龙召开记者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说出了这句经典名言 这两个错误的名字 一个叫吴启丽 一个叫吴卓琳 一个是他的情人 一个是他的私生女 当初吴启丽怀孕的时候 成龙第一时间叫他打掉 还跟他说 即使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也不会认他 吴启丽以为 有了这个孩子 就能套住成龙的心 可是成龙在面对宽容大度的林凤娇 还是第一时间选择了回归家庭 因为此事 成龙成了人人喊打的渣男 女儿吴卓琳也在亲生母亲的折腾下 过着艰难的人生 吴卓琳自从出生开始 就备受这个社会的关注 他刚来到人世间 就被自己的姥姥嫌弃 后又被亲妈当成出气筒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吴卓琳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以自残轻生的方式来伤害自己 他多次向成龙相认 可是却接连遭到了拒绝 成龙甚至不愿意看他一眼 看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吗 爹不认 娘不爱 小龙女吴卓琳的人生 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真实写照 顶着小龙女光环长大的吴卓琳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说起这一切悲剧的源头 还得从成龙说起 虽然她在电影上是赫赫有名的功夫巨星 可是在感情问题上却是一塌糊涂 假如她没有犯下那样的错误 吴卓琳就不会有这样的人生 1990年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成龙遇到了美丽的吴启丽 彼时的吴启丽风华正茂 正处于一个女人最漂亮的年纪 刚刚还凭借着初中的外貌 拿下亚式举办的亚洲小姐的冠军 第一次见吴启丽 成龙便为她的容貌给吸引 晚上回到家后 她怎么也睡不着觉 脑子里都是她的身影 第二天 成龙想方设法要到了吴启丽的联系方式 便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天真单纯的吴启丽 很快就沦陷在成龙的弹衣炮弹里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成龙已经结婚了 家里还有一个妻子林凤娇 得知对方已经有家事和有小孩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吴启丽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 不久之后 吴启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非常高兴 因为她觉得这个孩子可以留住成龙 说不定成龙还可以和她结婚 但是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成龙的时候 对方非但没有表现出开心的表情 反而要求吴启丽去打掉这个孩子 成龙一生风流倜傥游走于百花之间 她怎么会甘心被一个女人套住呢 所以她就对吴启丽说道 别生了 生了我也不会认她 但是吴启丽出为人母 感受到孩子的心跳 她不舍得把这个孩子打掉 1999年10月 吴启丽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 自己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 孩子的生父就是成龙 这一个消息 犹如一个炸弹一样 炸开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 成龙是一个渣男 面对千夫所指 成龙百口莫辩 只好在记者会上 说出了那句经典的渣男语录 我只是犯了一个全世界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吴启丽原以为 公开自己怀孕的事实 就可以留住成龙 但成龙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林凤娇 坚决和吴启丽划分界限 这个孩子也被排除在外了 吴启丽才发现 在这场逼宫大戏里 自己才是那个输家 不服输的她 还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生下了这个孩子 但她心里并不爱这个孩子 反而将心中的怨恨 加在了女儿的身上 十月怀胎后 吴启丽生下了一个女儿 并给她取名叫吴卓林 卓有着好过的意思 最后一个林字 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林凤娇 连起来 吴启丽好过林凤娇 大家纷纷猜测 这是不是吴启丽在内涵 自己比林凤娇好呢 可以看到 即使是分手之后 吴启丽依旧没有放下 和成容的这段感情 吴卓林在节目中说过 很奇怪 因为我一出生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 然后每个人都注视我 看我会如何潦倒 或者怎样好 我心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全世界都知道我是谁 而我却不知道我是谁 这是吴卓林的内心写照 从吴卓林出生的那一刻起 她的人生就没有一刻安稳的日子 当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 就被记者贴上了小龙女的标签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 这个孩子将去往何方 当她在医院出生的时候 等待她的不是满怀期待的父亲 而是把医院堵得水泄不通的各路记者 在吴卓林很小的时候 她被母亲送到了外婆家 姥姥叫郑黎明 因为年轻的时候说过男人的骗 所以对男人十分厌恶 看到女儿一时头脑发热 犯下了这样的错 郑黎明经常拿着刀 逼着吴卓林去找成龙 吴卓林不愿意去 二人就当着孩子的面吵起来 郑黎明和吴卓林争吵不断 有时候急了还会拿彩刀 小小的吴卓林 吓得躲在自己房间里不敢出来 有时候 吴卓林来向郑黎明讨钱 郑黎明气得把钱撒在地上 吴卓林去捡 吴卓林就在旁边看着 后来 母亲独自一人带她离开了姥姥家 本以为自己的日子以后会好过一点 可是她想错了 吴卓林将满腔的怨愤 都发泄在女儿的身上 母亲对她十分的严厉 稍微放了一点小错 就会忍不住打骂 吴卓林战战兢兢 顺着母亲的意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养成了讨好型的人格 有一次 吴卓林一不小心闯了祸 母亲得知之后 拿着皮片抽她 让她站在自家门口罚站 她拿着一本厚厚的瓷海 压在吴卓林的头上 顶着 不许掉了 吴卓林想哭 眼泪刚从眼眶里流出来 就被母亲的话 硬生生憋了回去 还哭 再哭就多罚站两个小时 吴卓林为了给女儿最好的教育 花了二十万 送她去读贵族学校 在学校里 吴卓林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 她希望自己可以像普通女孩那样 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可是 只终究抱不住火 吴卓林的身世 还是被决校的同学知道了 那些曾经和她玩得来的朋友 都渐渐地远离了她 还有不少同学 暗戳戳地骂她是私生女 走在校园小道上 少不了冷眼和嘲笑 更有调皮的同学 围着她不让她走 回到家 吴卓林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吴卓林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坚强一点 从那以后 吴卓林学会了闭嘴 一旦有什么事情 她都会埋在心里 不会跟吴卓林说 心情不好的时候 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她就会在自己的手臂上 划一道口子 仿佛只有疼痛 才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卓林说 同妈咪搞成这样 是因为一直好想同爹地见面 就算只是见一次 她已经心满意足 但吴卓林一直反对 卓林说如果妈咪答应 自己之后一定会乖乖专心读书 但吴卓林好抗拒 两母女经常为这件事吵架 卓林一开始反叛 没心思读书 2015年3月 吴卓林向警方报警 控诉母亲这么多年来 虐待她的事实 并展示了自己手上留下的划痕 吴卓林被警方带走 经过了一番教育 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但是和女儿的关系也达到了病点 吴卓林长大之后变得叛逆 其实她只不过是想以这种方式 来摆脱母亲对她的控制而已 她逃课 抽烟 喝酒 纹身 成了老师口中的不良少女 面对女儿的叛逆 无起力却说 现在的小孩都流行割腕吗 她平时也经常这样的 然后开始哭诉 自己带孩子有多不容易 成龙有多不负责任 2017年 吴卓林因为自杀未遂上了热搜 其他人都感叹 真是父母的错 让孩子来承担 不久后 吴卓林公开自己出柜的事情 再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原来 2018年 在一次聚会上 吴卓林认识了一个女友叫安迪 加拿大人 年龄比她大了整整12岁 第一次见面 安迪就觉得吴卓林给人的感觉很特别 是个有故事的人 吴卓林觉得对方很漂亮 单纯 在那段孤苦无依的日子里 安迪就像一束光 照进了吴卓林的心里 随后 吴卓林和安迪走到了一起 她大方地晒出了自己和女友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 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 穿衣风格也颇为男性化 仿佛变了一个人 吴卓林非常的爱安迪 所以不顾流言蜚语也要和她在一起 在她身上 吴卓林感受到了没有的父爱 起初 吴卓林将安迪带到母亲面前的时候 母亲以为这是她的普通朋友 对她还挺好 但知道对方是女儿的女友后 吴卓林态度就变了 表示无法接受 在母亲的反对下 吴卓林毅然决然地要和安迪在一起 便和她同居了 之后两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吴卓林带着女友远走高飞 去了美国生活 她终于从屋里上隔绝了和母亲的控制 不过来到国外后 她们过得并不好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她们面临着无家可贵的境地 2018年 吴卓林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求助视频 视频中 她和女友一脸憔悴 说 我是成龙的女儿 我们睡在桥底或者其他地方 这是我的女朋友安迪 我们已经有一个月无家可归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说出 我是成龙的女儿这句话 让网友们感到十分惊讶 她或许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媒体的注意 然后让与成龙与她相认 可是成龙早就说过 自己不会认这个女儿 面对吴卓林的喊话和吴卓林的求助 成龙表示 请她们不要骚扰我 这么多年其实我也不好过 成龙身为功夫巨星 在影滩奋斗了几十年 身价早已过亿 她怎么会不好过呢 无非是她不想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做出的行为 付出代价罢了 父亲不认母亲虐待 吴卓林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 因为没有钱 他们只能住在宾馆里 可是后来由于住宾馆的钱欠太多了 被老板赶了出来 这件事情又上了热搜 吴卓林得知此事后给他们交了钱 事情才告一段落 父母可以选择要不要这个孩子 孩子却不能选择要不要这个父母 22年来 吴卓林和成龙没有见过一次面 没有吃过一顿饭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